第二届一字饭围棋大赛在南加州的El Monte市落幕 本次比赛由美国一字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办 美国河北留学生协会承办 美国围棋协会协办 参赛选手分为少儿组和公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抗 相比第一届围棋比赛 此次活动吸引了更多围棋爱好者参加 既有段位较高的专业选手 也有来自美国中小学的学生 以及社会各界的围棋爱好者 希望同学们通过我们这个活动 能够丰富他们的课余活动 能够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 然后把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 能够在美国也发扬光大 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比拼 本次比赛最终由黄思畅获得公开组的冠军 由黄湘昊获得少儿组的冠军 维棋协会竞赛委员会副会长周易先生 在致辞中也表示 棋手们在比赛中认真投入 切磋棋义互相提高 这才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是我们EZ饭公司举办的 第二届围棋大赛 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些获奖的选手 我们希望未来提供更多有益的比赛 让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 也希望他们参与进来 谢谢大家 美国河北留学生协会主席 财子林在评价比赛时也表示 中国的围棋艺术历史悠久 它起源于中国 却不止于中国 将这样的东方传统文化 在美国传播很有意义 未来美国河北留学生协会 也会与一滋饭一道 继续举办此类活动 以此来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 和国际交流 凤凰卫视 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和汉琴洛杉矶报道 和汉琴洛杉矶报道